这个牛鲤鸡多少钱 这个45 45块钱钱 少切一点吧 两个吧 炒一份量就行了 你看吧 切 这个怎么说呢 看每个人要多大 底上有一点那个摆在里面 我顺便帮我削一下 这一样 你刀快 32 这个金金刀其实炖出来很香的 但是你炒的话炒不透 先把这个牛肉洗一洗 给它处理掉 先腌上 切牛肉 刀要快 这个牛肉一圈有点泡泡一样的 金金刀刀的 我们全部给它削下来 削下来以后呢 像是 比如说做红烧牛肉 红烧牛腩 直接烧 这个比那个纯的肉要好吃 这个一圈差不多 削干净以后呢 我们可以从中间切开来 看看这个丝是怎么走的 大家能看到吧 一丝一丝这样走的 那我们切的时候呢 就要从这个位置开始 切薄薄的一片 把这个丝给它切断 要不然这个牛肉它咬不动的啊 我们这样试切断以后 它筋不就切断了吗 就很嫩了 大家不要看现在我们切的很薄 待会一腌它就膨胀起来 厚厚的 牛肉里面加生抽 少搁上一点蚝油 然后呢 给它抓拌均匀 牛肉是越抓越粘 中间呢 我们可以不断的分次往里面加水 水呢 它不要一次给它加太足 太足了以后打不进去 所以说抓干了以后呢 我们再加 基本上是要大半碗水加进去 这个牛肉吃饱了水分 它在嫩的 漏嘟嘟的 太厚厚的 给大家看一下 牛肉达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水全部吃进去以后呢 这个牛肉都有一点膨胀起来的那种感觉 里面一点水分没有 你看 全部被吃到这个牛肉里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放点这个湿淀粉 如果这个实在太湿 就可以放这个干淀粉啊 什么脏东西啊 倒进去以后 再给它抓匀 全部抓好以后呢 我们放点这个色拉油在表面 封一下水分 就是打进去的水分 不要让它流失出来 这个来放冰箱里给它腌 腌个半小时 放在外面还是要脱姜的啊 炒这个牛肉 还准备一点配菜 这个是薄皮青椒 再放一点这个白蘑菇一起给它冲洗干净 再准备一点这个花菜 我们给它冲洗一下 我全部给它切成这种小块 我们放在水里洗一洗 这里花菜买了差不多11块钱 先多泡一会儿啊 两个家常小菜 这个叫牛肉炒虾仁 青虾仁已经酱好了 里面我们放一点这个薄皮青椒 白菇 姜 蒜 这个花菜呢 我们自己家里这个自己腌的咸肉 一起炒炒就可以了 虾仁不用处理了 我们把这个白菇处理一下 切大块啊 小了一煮的就找不到了 慢慢 青椒也给它切小块 蒜子呢稍微改小一点 生姜切一点 咸肉再切几片 我们就上锅制作 第一步就是用大火 先把这个锅给它烧的热热热的 烧到里面冒烟为止 然后呢我们稍微多搁上一点油 滑一下这个锅 然后立马就改小火 油温三四成热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下牛肉 这个牛肉全部下进去 会有点多的啊 这个菜的比例是要有的 下一半左右 把它划散 大家看着吧 这个牛肉啊 腌过了以后 在锅里滑 它就膨胀起来了 这个颜色也很漂亮 现在把这个虾仁也下锅 下锅一起给它炒一炒 炒到这个虾仁也要变颜色 我们就给它一起盛出来就行了 油不要给它弄出来 把这个里面食材弄出来就行了 锅里再放点姜蒜 先把姜蒜这个料头给它爆一碗 爆出香味 爆香以后呢 我们下入这个蘑菇和青椒 在锅里给它稍微翻炒一下 然后把这个牛肉和虾仁给它下锅 一起在锅里炒一下 搁上一点黄油 少来一点点生抽 淋上一点点水 少搁点盐 白糖 一点点胡椒粉 蘑菇也在锅里烧一下 才能熟的啊 稍微在锅里焖一下 把这个蘑菇焖熟 我们就出锅 我们这个不是烧的那种浓油赤酱的啊 少搁点油 放入咸肉 咸肉都给它替它薄片了 稍微给它翻炒翻炒 这个炒干炒出油就可以了 先放一点姜蒜 小葱也来一点 花菜放进来 花菜直接给它生炒 我是没有出水的 大家如果想方便一点 直接出个水就可以了 人家饭店里卖呢 直接用油锅炸一下 又好看又好吃 我们直接生炒炒 黄酒也给它割上一点 来放点生抽 这花菜呢要稍微加点水给它煮一下 来放点盐 喝上点白糖 根据食材的量煮两到三分钟 这个花菜啊千万不能给它煮面料 面料就不好吃了 要脆 闻到花菜的香味就可以了 刚才花菜那么多已经塌下去了 这个汤汁呢稍微一点多 我们要瘦一下汁 所以呢要少淋一点生粉 大家也不要觉得生粉不好啊 有的菜呢要是要淋一点生粉 要不然口感不太好的啊 出锅 这个下饭的很啊 今天没什么大温 两个家长小菜 但这个小菜啊 却比大温下饭的啊 你看我腌的这个牛肉怎么样 好香啊 用心腌出来的这个牛肉 能不好吃吗 我喜欢吃里面这个蘑菇 这蘑菇好吃 牛肉好嫩 烘入味 你弄个虾的 一边弄个虾的很长的 就是菜啊 比例很重要 不是说喜欢吃一个菜 然后多放一点 你反倒抢味道 反倒不好吃了啊 就像里面这个牛肉 你放多了之后 全是牛肉的味道 反倒不香了 这牛肉可以哦 非常香 这也好吃 花菜 来 再吃一口 先去花菜吃一点 我很爱吃这个花菜的 稍微有一点脆感 这个虾仁 青虾仁 牛肉 你看本来我吃的真的很薄的 腌腌是不是膨胀起来了 腌过的特别嫩 我学着吃素材 小时候我也不吃花菜的 反正现在特别爱吃的 这青椒好吃 薄皮的 又不辣 在这一口啊 虾仁吃啊 虾仁挺好吃的 这个牛肉的菜啊 用来做面的焦头或者盖饭 也很好吃的 你喜欢吃辣吧 你就用那个小米椒 就用那个线椒啊 也是可以的 牛肉今天我用了一半 剩下了一半 剩下了一半 那个煮面了 可以煮两三碗的面 留着我儿子 早上上学 如果有时间能够起来的话 给他煮个这个牛肉面 弄点什么 他不喜欢吃那个青菜 就用点番茄 炒炒 喜欢吃焦白放点焦白 煮个烫面吃不太好啊 今天这两个菜太下饭了 我给我盛一大碗饭 想吃又不敢吃 吃了一把长肉 给你搞一点吧 好吃一点 现在下来能吃 很多人是我们家菜手 其实我们家盆着大 这菜量很多的 基本上每顿菜 烧两个菜都吃不完的 所以不需要烧太多 好